欢迎来到赵旅说事 前两天我们说 最近一段时间 国际黄金价格大涨 为什么 黄金是避险资金 当全球都被疫情笼罩的时候 当各国大量的印钞票刺激经济的时候 未来通货膨胀是可以预期的 所以各种资金纷纷购买黄金来避险 甚至很多朋友们说 我们为了抵御通货膨胀 买房可能太贵 而且房住不丑 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拿钱买点黄金存着呢 是啊 买涨不买跌 这是一个普遍的心态 然而就在全球各种资金疯抢黄金的时候 泰国却出现了奇异的一幕 今天在泰国的很多黄金商店门前 当铺门前 经常性的排起长长的人龙 大家要干什么 大家把家里的黄金拿出来变卖 为什么黄金一片大好要继续上涨 持有黄金是会赚更多钱的 泰国老百姓现在却要把黄金拿出来卖呢 原因很简单 他们要卖黄金换救命钱呢 在疫情的打击之下 全球经济都不太好 尤其泰国经济深受重创 你说对于咱们国家来讲 我们是世界工厂 我们也是世界市场 我们停工一段时间之后呢 可以马上复工复产 可是对于泰国这样一个经济来讲 它太脆弱了 这些年来 中国人最爱到泰国旅游 每年我们去一千多万人 不光中国人爱去 世界各国很多国家都爱到泰国旅游 旅游业是泰国的支柱产业 对于泰国来讲 你光把自己国家搞好 得病人数少点都不行 它一定得等到全球都没事了 全球疫情都解除了 才会有大把的人重新到泰国旅游 否则就会像现在这样 泰国旅游业几乎是垮掉了的 这点咱们太清楚了 以前我们就讲 这场疫情受冲击最大的 一个是餐饮业 一个就是旅游业 今天如果全球的疫情得不到控制 哪个中国人敢到国外去旅游 所以泰国经济太惨了 而且泰国经济还有一个问题 什么呢 老百姓的储蓄太少了 泰国人虽然也是亚洲人 甚至我们觉得 他应该也算我们儒家文化圈的一个成员 虽然不是东亚 但也是东南亚吧 而且几百年来 有很多华人在泰国工作生活 但是对钱这个观念上 泰国人和我们中国人还真是有很大的不同 中国人是最愿意储蓄 最善于储蓄的民族 而泰国在这个方面上恐怕有点太西化了 可能是长久以来 经常有很多西方人到泰国旅游的原因 泰国人 尤其是泰国年轻人在消费观念上 早就跟西方国家一致了 我们以往就讲 对于很多西方国家人来说 他们没有储蓄这个观念 人家开工资都不开月工资 都开双周工资或者周工资 每一周工资开过来 这个钱是用于消费吗 不是的 这个钱是用于还贷的 还各种贷款 还各种信用卡花费 人家在工资发之前的一个礼拜 就把这笔钱花出去了 就等着钱回来之后 还钱就行了 泰国人今天有着跟西方人 类似的消费观念 具有相关机构统计 泰国家庭的平均资产负债率 高达70%以上 而且泰国这个地方 咱们知道 风景非常优美 非常适合人类居住 所以呢 泰国人每天生活的 也是非常悠游自在的 很多泰国人 那真的不只是月光族啊 月光族的意思是吗 我每个月工资全花光 很多泰国人是 我提前把钱花光了 拿月工资来还 甚至月工资都不够还 不够还怎么办 有办法 人家可以申请信用卡的 分期付费 有相关机构统计说 大概有一半的 泰国信用卡持有者 他会选择只还最低还款额 或者分期来还这个账单 咱们知道 信用卡这个东西很有意思 你如果每个月刷的钱呢 当月账单出来就还了 他一分利息都不收你 很多人都觉得 银行难道是在做私杀吗 不是的 银行明白 慢慢的你就会陷入到 这个陷阱之中 你一开始每个月花一千 还一千 花一千 还一千 你好像一分利息都没给银行 过一段时间 你花钱花上瘾了 你花三千 花五千 还不起了 你就要只还最低还款额 或者分期来还了 而这一分期 对不起 人家可能要收你高达 年息 百分之十八的利率 很多人就是这样 慢慢陷进去了 今天泰国很多人 就是这样了 所以平时经济形势 还好的时候 好吧 毕竟每个人每个月 它有这个固定的月收入 我把钱花了 我能把最低还款额还上 我能把每个月最低的分期还上 我这个生活可以为继 但是这种消费习惯是特别特别脆弱的 稍有风吹草动 泰国经济停两月 你两月没收入 完了 你连还信用卡的钱都还不了 所以很多泰国人现在开始在变卖家产来还了 我们以往就讲 当潮水退却的时候 我们才能看到 谁在挪泳 所以这场疫情对全球各国的消费习惯 都是一个大的考量 今天的视频你满意吗 点击赵旅说事的头像 还有更多精彩内容 点击赵旅说事的头像